世者爆陰謀,挪威小姐沒有獎得獲得 她本來是世界小姐的頂頭大熱 賠率低到1賠1.2,破了紀錄 不過來到中國鬥爛就沒有運行 上星期六在海南三亞舉行的世者決賽 她連五甲都不入,輸了給她 十八歲的美國小姐,賠率只有1賠7 拿到冠軍簡直爆大冷 究竟挪威小姐輸在甚麼? 就是輸給劉曉波 連她的師姐都這樣說 02年拿到世者電軍的挪威小姐說 今次師妹大熱島做 擺明是因為挪威頒獲諾貝爾和平獎給劉曉波 辣慶中國 如果選美真的與政治掛勾 以後不用派美女參賽 派國領袖自己比好